纵横大历史 带您探究历史真相 理解历史现在与未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 我是主持人孙成 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韩战系列节目 在之前的十六讲中 我们讲述了韩战的起源 韩战开头十个月的进程 与迈克阿瑟将军被杜鲁门总统免职的经过 也介绍了韩战中规模最大的决战爆发的背景 今天我们将进行第十七讲 大军决战中 开始讲述发生在1951年4月至6月间 韩战最大规模战役的进程 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场景开始说起吧 1951年5月18日清晨 在朝鲜半岛中部 一座被称为800高地的山头上 驻守在此的美国第十军第二师 第38团开连官兵 刚刚经历了一夜的血战 顶住了中共军疯狂的攻势 在高地的山坡上和开连的阵地内 导致70到80具中共军的尸体 以及大量被中共军遗弃的苏式枪械 根据战史记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山坡上还散乱着很多没有爆炸的手榴弹 一查看 原来是由于手榴弹上的安全栓没有拔掉 中国兵只是压弯了握把就投出去了 这暗示着 随着中共军在战场上不断付出惨重的伤亡 他们的兵源消耗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只能将连基本的手榴弹投掷技能都没有掌握的新兵填入战线 变成炮灰 800高地上的这次战斗 只是韩战中最大规模战役里的一个小片段 然而 类似的场景在这场战役中的战线各处一直在不断上演 这时候的中共军 不但已经没有了此前的嚣张气焰 而且在美军的阵地前 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狼狈不堪 那么 这次战役爆发前不可一世的中共军 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下场呢 为了抵御中共北韩大军的狂攻 联合国军又是怎么做的呢 要明白这些问题 我们就要了解韩战中那场规模最大战役的过程 如上一讲所述 在1951年3月底 联合国军经过一系列的反攻 将中共北韩军队赶回了三八线以北 随后 联合国军在4月5日发起狂暴作战 其各部游西至东 以美国第一、第九、第十军 和韩国第三、第一军的顺序 排列成横贯朝鲜半岛的战线 向堪萨斯县推进 到4月21日 联合国军右翼的美第十军 韩国第三军和韩国第一军 已经近抵三八线以北 约20公里处的堪萨斯县 而左翼的美第一军和第九军 则已近抵堪萨斯县以北的犹他县 并开始向更北面的怀俄明县进军 第二天黄昏时分 中共北韩联军便在240公里长的战线上 发起了全线攻势 开始了被他们称为第五次战役的春季攻势 这次战役 中共北韩联军投入了规模空前的130多万大军 将进攻的重点 放在联合国军左翼的美国第一、第九军上 在这个方向 北韩第一军团 中共第十九、第三、第九兵团 游西向东的排开 试图用绝对优势兵力达成突破 从而一举攻下韩国首都首尔 在联合国军的右翼 北韩第三、第五军团 则对美国第十军和韩国第三军发起了攻击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攻势 联合国军的兵力仅有45万人 为中共北韩联军的三分之一 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在苏联的权力援助下 此时的中共军已装备了大批苏式枪械 并拥有由苏联重武器武装起来的重炮 火箭炮、战防炮、高射炮及装甲部队 两个苏联航空师也驻扎在平壤 为中共北韩联军的后防补给线提供着空中支援 自韩战爆发以来 共产极权军队的实力 还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 在发动这次攻势时 共产极权阵营的气眼异常嚣张 认为他们已经拥有了 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实力 然而 早在中共北韩联军发起春季攻势前 联合国军就已经通过细致的情报分析工作 判明了敌人即将发起大规模攻势 因此 在中共北韩联军在4月22日黄昏发起攻势后 早有准备的联合国军 在新任总司令李奇威 及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指挥下 一面利用火力 尽可能地阻止敌人的冲击 一面步步后撤 在美国第九军的正面 中共第九兵团 以五个军的雄厚兵力展开了攻势 该兵团集中重兵 向美第九军战线上最薄弱之处 也就是配属给该军的韩国第六师防守的战线 发起了狂攻 到4月23日白天 中共第九兵团已经突破韩军战线 并向南推进了30公里 然而 在此后的几天里 美第九军中的美军部队 却仍然能够维持战线 阻止中共军扩大战果 其中 配属在韩国第六师后方的 美国第九十二装甲野炮营 在面临中共军的进攻时 甚至能在以炮火支援附近的 有军步兵的同时 自行组织起一道环兴防线 打退敌人 在美国第一军的右翼 拥有三个军的中共第三兵团 不但发起了蜂拥而上的人海冲锋 还在进攻中投入了坦克 由于该兵团司令陈庚 此时因患病 正在中国休养 兵团的指挥 由人称王峰字的副司令王进山负责 自负轻敌的王进山 随即领教到了联合国军的真正实力 其部队 在防守美第九军右翼战线的 美国及土耳其部队的强力阻击下 进展缓慢 在美国第一军的左翼 中共第十九兵团由东向西 依次展开了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五军 其中 中共第六十三军 以绝对优势兵力 攻向了配属给美第一军的 英国第29旅和比利时营 经过惨烈的阻击战 英军和比军最终在四月二十五日 完全放弃了阵地 并有秩序的向后撤退了 但在这一过程中 英二十九旅损失了约一千一百人 占该旅兵力的近四分之一 其中 该旅的格洛斯特营 更是几乎全军覆没 然而 他们也给中共第六十三军 造成了相当的伤亡 并拖延了该军打三天之久 对中共军而言 最惨重的伤亡 发生在第六十四和第六十五军身上 在攻势开始后 这两个军跨过了三八线附近的临金江 然而却遭到了联合国军的顽强阻击 致使这两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 拥挤在临金江南岸的狭小区域 迟迟不能推进 并在4月24日 遭到了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 极其沉重的杀伤 甚至临金江水 都因此化为了红色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纵横大历史栏目 我是主持人孙成 除此之外 北韩军的三个军团 也自4月22日黄昏起发动攻势 侧应中共军的作战 但也无法在联合国军的顽强抵抗下 取得多少战果 面对中共北韩联军的大举进攻 范弗里特在4月23日向联合国军各部下达命令 要求各部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伤 按预定计划逐次撤退 在这样的作战指导下 联合国军在前线反复采取停止而撤退 撤退而射击的战术动作 并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杀伤 到4月25日 尽管三个中共兵团在这一天全部越过了三八线 但美第一第九军的主力几乎未受损失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军仍未放弃侵占首尔的幻想 4月26日 彭德怀致点毛泽东 表示他 你在打破敌制抵抗后 即以一个中国兵团和两个北韩军团的兵力 向机追击至三七线为止 然而范弗里特不会给彭德怀再一次侵占首尔的机会了 早在此战开始之前 范弗里特已经下定决心 决定联合国军不能像此前面对敌人的新年攻势时那样放弃首尔 撤往三七线 此后几天里 尽管中共军继续向南狂攻 但联合国军紧紧后退了很短的距离 到4月29日 范弗里特设置了一条被称为无名线的新防线 这道防线最西面的一段 紧邻首尔 向东北方向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的东海岸 无名线上离首尔最近的一段阵地 仅仅位于首尔以北六公里多的地方 而这里也就是中共军推进的极限了 在同一天 由于部队伤亡惨重 补给不足 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下达命令 决定各部停止进攻 与县地迅速整补待机 这样中共军就只能占据着首尔北郊的一些高地 旺承星探 在这次作战中 中共北韩军队尽管在山连山的战场上 推进了50公里 逼近首尔市区 却仅仅有效杀伤了少部分英国韩国部队 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战国 更没有像他们在攻势前预期的那样 消灭联合国军的几个师 可以说 中共北韩联军的这次攻势 遭遇了彻底的失败 被共产极权阵营称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役 也就此告一段落 中国当局在其编撰的自吹自雷的官方战史中 也不得不承认 此阶段的作战 未能实现预定的坚敌计划 在此次攻势接近尾声之时 彭德怀终于认清了现实 然而 他依然不想就此罢手 而是仍想挽回中共军因进攻失败而丢失的颜面 而挽回颜面的最好办法 就是放弃歼灭几个美军师的幻想 将攻击的重点放在战斗力较弱的韩军身上 因此 彭德怀在4月28日 决定将中共军主力转向东面 以东线的韩国军队为主要目标 发起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 5月8日 彭德怀、邓华及北韩要员朴一宇 发布了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命令 要求中共第三、第九兵团转向东线作战 与北韩第三、第五、第二军团联手 对美第十军的右翼 及韩国第三、第一军发起新的攻势 力求消灭四个韩国师 第二天 中共第三、第九兵团开始向东转移 随着两个中共兵团向东移动 中共北韩联合司令部 也做出了在5月16日黄昏发起攻势的决定 在5月上旬 刚刚击退了敌人第一波春季攻势的联合国军 也在范弗里特的命令下立刻恢复了进攻 各部的侦察部队推进了12到14公里 然而 在5月11日至12日 联合国军通过综合情报分析 得出了敌人 可能于5月中旬将主攻方向指向东部山岳地带 开始发动攻势的准确结论 再次成功预判了敌人大军即将发起的进攻 在此情况下 信奉火力至胜的范弗里特 决定改变此前李其威制定的战术 用硬碰硬的阵地防御战 打垮中共北韩联军的第二波春季攻势 联合国军各部随即开始巩固无名线上的阵地 然而 普遍战斗力不足的韩军这时却没有做好准备 5月16日黄昏 中共第三第九兵团 及北韩第三第五第二军团 游西向东一字排开 按照计划在东线发起了大规模攻势 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 韩国第三军和镇守美帝十军右翼的韩国部队 就崩溃了 有四个韩国师陷入溃散状态 一共损失了上万兵员 此后不久 韩国第三军的番号被李其威撤销 这样一来 美帝十军战线中部的美第二师 和联合国军战线最东面的韩国第一军的侧翼 就遭到了中共北韩军队的严重威胁 美二师和韩一军 随即分别与蜂拥而至的中共军和北韩军 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这两支部队都进行了相当英勇的战斗 给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杀伤 在美二师进行防御战时 还如本讲开头所说的那一幕一样 发现中共军甚至将训练不足的新兵都派上了前线 然而 如果四个韩国师崩溃造成的战线缺口不被堵住的话 联合国军在东线的防御体系将彻底崩溃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 联合国军出色的机动能力锁定了战局 在东线的四个韩国师崩溃后 范弗里特立即下令驻扎在首尔 担任集团军预备队的美国第三师向东驰援 5月19日 也就是东线缺口出现后的第三天 美三师经过200余公里的吉星军抵达了指定位置 从而完全填补了战线上的缺口 面对这一变局 中共北韩军队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5月20日 中共第九第三兵团指挥官宋实伦王进山 致电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 表示美军已东调 我部队粮食将近 个别单位已开始恶犯 因此 他们请求不如就此收兵 全然没有了发起攻势前的嚣张气焰 5月21日 彭都怀无奈地致电毛泽东 表示部队已无力再战 不如后撤 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同一天 中共北韩军联合司令部 下达了停止第五次战役 第二阶段作战的命令 到此为止 中共北韩军队的春季攻势 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此时 损失惨重的他们 已经处在濒临崩溃的境地 只需要联合国军轻轻易推 他们的百万大军 就将全线崩溃 那么 李奇威和范弗里特能够抓住这个绝佳的战机吗